欢迎来到我们的六度领袖节目 今天我们有三条重要新闻要和大家分享 首先韩国总统尹熙悦在哈萨克斯坦与总理贝克特诺夫会晤 讨论了关键矿产合作等一体 并计划前往乌兹别克斯坦继续他的中亚执行 同时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抵达新西兰 期待与新西兰领导人就中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 最后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的六月节音乐表演上 因僵硬立定和诡异笑容而引发共和党人的嘲讽 称其魂不守舍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香港电台国务院总理李强 今日起一连八日 先后正式访问新西兰 澳洲和马来西亚 这是中国总理时隔七年后再度访问新西兰和澳洲 中国是新西兰和澳洲的最大贸易伙伴 尤其是与澳洲的关系 在去年中开始逐步改善 外界预期 李强此行将着重于巩固和加强中澳经贸合作 但在印太安全问题上 两国可能仍有分歧需要化解 此次访问不仅只在深化经贸合作 还希望在更广泛的安全和战略问题上找到共识 明报 国务院总理李强于周四 13日抵达新西兰惠灵顿国际机场展开访问 新西兰卫生部长雷蒂 和中国驻新西兰大使王小龙等人前来迎接 李强表示 中兴两国虽然地理上相隔遥远 但友好交往历史悠久 建交50多年来 两国在贸易 投资 旅游 科技和人文等领域取得了丰硕成果 李强强调 此次访问旨在延续传统友好关系 促进互利合作 推动共同发展 期待与新西兰领导人和各界人士 就中心关系和共同关心的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推动两国各领域交流合作持续深化 打造中心 全面战略伙伴 关系升级版 李强之后 还将访问澳洲和马来西亚 与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 举行第九轮中澳总理年度会晤 东方日报 美国副国务卿坎贝尔在华府智库 史听生研究中心的对谈会上表示 中国目前的主要关注点是经济 并决心稳定与美国的双边关系 他强调 推翻中国政权不符合美国利益 美国应与盟友向中国发出明确信号并划出红线 坎贝尔指出 中国需要向投资者和其他人保证 有长远的经济计划 并避免制造可能升级的摩擦 他还提到中国对美国在印太地区盟友施压的情况 以及北韩与俄罗斯关系加强引发的担忧 坎贝尔表示 下月的北约峰会将讨论中朝在乌克兰问题上 对俄支持 但强调北约不会在印太地区执行新任务 韩联社 韩国总统尹熙悦于6月13日 在阿斯塔纳会见了哈萨克斯坦总理奥尔扎斯贝克特诺夫 双方讨论了前一天尹熙悦与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 在首脑会谈中达成的关键矿产合作等 议题的具体执行方案 这次会晤标志着尹熙悦为期三天的哈萨克斯坦 访问行程的结束 接下来尹熙悦将前往中亚三国之旅的最后一站 乌兹别克斯坦在抵达乌兹别克斯坦的首日 尹熙悦计划向独立纪念碑献花 并与在乌兹别克斯坦的韩国同胞共进晚宴进行座谈 新周网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在白宫六月节音乐表演上 因为战力几乎一动不动 面露诡异笑容 而被共和党人讽刺魂不守舍 在福音歌手富兰克林演唱《爱情理论》时 拜登身旁的副总统贺锦利和弗洛伊德的兄弟 菲洛尼斯等人都随着音乐节拍轻轻晃动身体 而81岁的拜登却僵硬立定 显得极为突兀 直到菲洛尼斯和他碰拳时才有所反应 这段视频被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在X平台上曝光 并被特朗普竞选团队酸讽 拜登在2021年6月17日签署法案 将6月节定为全国性节日 以纪念美国废除努力制 尽管在音乐节活动接近尾声时 拜登表示他为签署这一法案感到自豪 但他的竞选团队对此位于置评 半岛电视台中文网报道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表示 哈马斯对美国提出的加沙 停火提议的一些修改意见不可行 但达成协议的努力仍在继续 布林肯在多哈与卡塔尔首相谢赫穆罕默德 一起发表讲话时称 由于哈马斯做出的回应 以色列对加沙的战争仍将继续下去 哈马斯在本周二与杰哈德组织 联合提交的回应中 称其负责任且积极 并要求完全停止对加沙的持续侵略 布林肯直截了当地 将未能达成协议归咎于哈马斯 称哈马斯本可以简单地接受提议 但他们提出了更多修改意见 哈马斯官员塔希尔努努指责布林肯怀有偏见 并表示哈马斯已经接受了卡塔尔和埃及 在5月6日提出的提案 卡塔尔首相表示将继续谈判 以弥合各方分歧 并呼吁为巴以冲突找到可持续的解决方案 布林肯强调 需要建设一个更加一体化 更加稳定 更加繁荣的中东地区 并表示美国将很快提出自己 关于战后加沙的愿景 纽约时报报道 尽管拜登在许多方面 恢复了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但美国如今的国力处境依然令人震惊 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 拜登政府在战术上取得了成功 但也面临巨大的战略挫折 中国、伊朗和朝鲜开始抱团 为俄罗斯的战争努力提供补给 抵制美国的全球霸权 大多数国家对俄罗斯的侵略和西方的反应 都持批评态度 拜登将这场冲突形容为民主与专制之间的战争 几乎看不到他有努力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和平 加沙战争的爆发使得拜登全力支持 以色列的军事行动 而不是通过外交手段寻求和平 拜登政府试图通过条约承诺 用美国的军事力量保卫沙特王国 但这可能使美国进一步卷入地区暴力 为了重新获得全球领导地位 美国应向世界表明 他希望实现和平 建立复原力 而不仅仅是让敌人失血或支持盟友 韩联社 据韩国总统办公室高级官员透露 俄罗斯总统普京将在近期内访问朝鲜 这一消息是在韩国总统尹熙悦访问哈萨克斯坦期间 由随行官员在阿斯塔纳的新闻中心透露的 官员表示 普京将在几天内进行此行 韩国也将在近期与中国举行外交安全战略对话 韩方希望通过此次出访 争取到周边友邦国家及战略伙伴国对朝鲜问题的支持 有分析认为 普京访朝期间朝俄可能会签署协议 提升两国关系至新的高度 网易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 在当地时间6月12日提起诉讼 反对拜登政府此前宣布的限制非法移民 寻求庇护的行政令 根据这项行政令 一旦美墨边境入境口岸7天的日均过境人数达到2500人 将关闭非法移民的庇护申请 并快速驱逐在入境口岸越境的外国公民 公民自由联盟在诉讼文件中指出 新规违反了美国移民法和行政程序法 该组织在行政令宣布 后不久就以警告将提起诉讼 最终在华盛顿特区正式采取法律行动 网易报道 唐利勇从长沙银行调任春州近三个月后 正式被任命为春州市副市长 并明确了其工作分工 根据春州市政府官网的消息 唐利勇将负责内外贸易 外向型经济 招商引资 口岸 海关 会展 经济协作 国有资产监管 和企业改革 金融 证券 保险等多个领域的工作 并牵头自贸试验区 春州片区的建设工作 此外 他还负责分管国家可持续发展 一城创新示范区的创建和安全生产工作 具体分管市商务局 市国资委 市政府金融办 市会展局 市自贸办 春头集团 春店国际 并联系市政府台办 市工商联 市贸促会 春州海关 及各金融保险机构 唐立勇 在正式或任命副市长之前 已经多次前往广东等地进行招商引资 涉及新能源 碳酸钙项目 环保干混沙江生产基地等多个项目 5月31日 他参加了第13届 中国中部投资贸易博览会 跨国公司与湖南合作发展 对接会 并在会上推介了春州经开区 自贸区春州片区 是湖南自由贸易试验区 三大片区之一 核心功能区覆盖 19.84平方公里 重点发展有色金属加工 现代物流等产业 致力于打造 内陆地区承接产业转移 和加工贸易转型升级的重要平台 以及向粤港澳合作示范区 唐立勇 1978年11月出生 湖南永州人 经济学学士 曾在湖南建行系统工作多年 2022年 通过竞争性选拔 成为长沙银行行长 并在任期间 实现了该行提前两年 达成万亿资产的战略目标 唐立勇辞任后 长沙银行的新任行长人选 尚未公布 据长沙银行 2023年度股东大会资料 唐立勇的履职评价为称职 全体高管人员 在2023年度的履职情况 均被评价为称职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并不ир bef隐所 我们下期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